不過今天開始 我們先來竟然談AI 現在大家都要做AI晶片 Intel也要做AI晶片 而且Intel推出的AI晶片 說會超越NVIDIA的H100 他要對標NVIDIA 真的有這個機會嗎 這個回答最大的勁敵 就是Intel 昨天火力全開 是Intel不是AMD Intel有辦法變成他的大勁敵 真正的勁敵是Intel 因為Intel在PC的這個處理區的架構 他勢佔力是全球第一名的AMD 才第二名 那昨天一系列的產品 首先他推出了第三代的高底 這個還是CEO基辛格 親自的第一次來公開 他說這個是AI的這個加速器 用在那個什麼 深度學習 然後大型的這個AI模型 那這個擺明就是要搶誰的生意 要搶輝達的生意 所以輝達的股價 昨天我們來看一下此效彼長 我們以為NVIDIA最大的勁敵是AMD 搞錯了 誤會了 其實Intel會是未來NVIDIA 最大的勁敵 所以昨天的輝達呢 盤中曾經一度出現擊殺反黑 反映的就是Intel推出新品 而Intel早上股價就表現很好 在昨天的股價是創下一年半新高 一早就衝高來到了四七點零七 那不只這樣 他還有其他的這個產品 他第五代這個Leon 這個是資料中心 這個雲端的這個AI 最重要的是庫瑞 這個用在那個邊緣 AI AIPC 用在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他就衝了什麼AMD來 AMD也有這個PC的處理器架構的市場 那現在他的這個能耗 比上一代提高了二點五倍 所以超微昨天的股價表現不好 昨天其實會半長得很兇 漲了二點七 就你看AMD股價 AMD股價特別是在後半場 那這裡面我們特別比較大家陌生的 我們說未來他說全球的經濟 三分之一都放在這個AI 那不是只有我們今年的這些雲端的AI 到明年的話 我們個人使用的PC 手機 邊緣AI 這個成長性更大 邊緣AI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比較沒講過的庫瑞 這個號稱邊緣AI的救世主 用在那個電腦 筆電 然後第一個 不用上網 注意 不用連接網路 然後你就可以跟聊天的機器人 開始對話 這個就有AI的功能 然後再過來的話 你不必用到雲端的這些 中心的這個算力 取得算力 當然邊緣AI當中 因為我們筆電 電腦體積比較龐大 他印算能力應該比手機會再強一點 是 所以這樣很方便 比如說你看這個英特爾在九月 他就推出了這個 這個架構的這個筆電 不用上網 他就跟聊天機器人 來 你給我做一首歌 這個天后泰勒斯風格的這個歌曲 那個歌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AI 而且你可以跟聊天機器人不斷的對話 不斷的對話 那這也是啊 所以大家覺得說 哇很不錯 現在好幾十家 帶來電腦聯想三星 這些的這個筆電廠的話 說我要用這個 這個庫瑞的這個架構了 換句話就是說 明年最火紅 重頭戲在邊緣運算 沒錯 邊緣運算 有可能運用在筆電 運用在PC 也可能會運用在手機 那本來以為全球第一款AI手機 會是三星的S24 沒有想到 在今天全球第一款AI手機登場了 好 其實呢 全球第一款AI手機是叫做Vivo 大家覺得很意外吧 有點跌破眼鏡 跌破眼鏡 叫Vivo 我差一百 可是其實這隻手機在上個月 在中國大陸先發表 但在今天第一次來到臺灣 所以小元好厲害 手上有熱呼呼的Vivo 那我手上這一支 這是全世界第一款AI手機 搭載AI的手機 那裡面的GPU 那當然不用講 就聯發科的天機9300 他第一款 聯發科的天機9300 那我先看 也是我們聯發科天機9300的第一款手機 AI手機 好 那我們看他的外觀 我們先看外型 他的外型的話 鏡頭上有六點八吋的這個螢幕 那也是這種曲面 微曲面 其實安卓手機的外觀都差不多 我說實在的 那有點微曲面 但但他特別是他的背面 他背面的話 哇 這個鏡頭也太大了吧 這個三鏡頭 大家這樣一個紅外線的一個感測 這麼大一個黑露露的東西 仔細看 他特別中間又寫一個菜絲 哇 一想說菜絲鏡頭 我整個規格 整個質感就拉上來了 因為他是攝影界的LV 號稱啦 所以說這個大家覺得 喔 高級的起來 那這最特別的 這種就外觀其實沒有太大特色 但是我們要秀一下 還有兩大AI功能 第一個叫做AI拍照 菁姐 AI拍照 的意思是 就是我今天拍起來呢 電腦會讓你變得很聰明 菁姐我今天拍你 不有趣 因為我們已經拍到爛掉了 我們今天要拍什麼你知道嗎 他叫做攝日旗艦 攝日旗艦 拍太陽 拍太陽 我們現場沒太陽 對 看拍太陽 拍太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手機拍太陽會這樣 會嗚嗚 然後有點暈暈虛眩的感覺 但是用 vivo的這支手機拍太陽 會這麼漂亮 會這麼漂亮 會很漂亮 那我們現場沒有太陽 我們用燈光設置 我們只好拍燈光 好不好 我們拍現場的燈光的話 我現在直接拍兩三個 拍完了之後呢 我直接跟誰對標 跟iPhone15對標 那我現在一樣 同樣角度 我拍燈光 然後我再拉另外一個角度 我來拍燈光 好 我拍完了之後 我直接我們來超級比一比 超級比一比 我來拿iPhone 好 你來拿iPhone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是iPhone所拍出來的燈光 好 那這一個 這一個是vivo X100拍過燈光 有沒有 iPhone15拍起來 嗚嗚 對 邊編確實會有點嗚嗚 然後顏色比較淡暈的感覺 但是呢 X100拍起來有沒有 比較亮 而且他顏色比較飽和 比較黃 有沒有 然後光面也沒有那種暈眩的效果 差別就在這裡了 好不好 差別就在這裡 拍起來 不管近拍遠拍 差很大 這是他第一個aii的一個效果 那其他的aii效果 第二個aii效果 但是我說真的 我們沒事也不會去拍太陽 真的啦 其實拍太陽眼鏡還蠻累 這重要還是把阿娟拍漂亮一點 今天時間有限 還瘦一點 拍漂亮一點 沒關係 這裡面都有 我們有空在實驗室 但是我們有空 今天可以先來拍一下嗎 他特別是他拍這個人像的時候 他有aii我調人像 然後我調阿娟 我今天想要給你拍一個比較 比較好一點點的知識好了 來我可以擺姿勢 我擺的姿勢 應該是說 娟姐 你今天如果怕臉太大有沒有 他一個瘦臉功能 拍一下 他有個窄臉功能 我再拍一下 你臉太長 他有個短臉功能 我再拍一下 你覺得胎字太長 我一個小頭功能 你拍一下 瘦拳股可以吧 拳股太突出 會不會拍出來 拍出來會不會一點都不像下去 下巴也可以來修一下 儀式全部修完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拍起來真的是有沒有瞬間少了好幾十歲的感覺 你講的這麼話 我也才二十五歲 怎麼瞬間少了好幾十歲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拍出來 真的蠻不錯 而且有點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對不對 對 蘋果就是一次 就是這樣人像 好 直接拍照 好 來 就直接對了 比較一下 來 直接對標 蘋果 來 這是蘋果的部分 這是蘋果的RGN 跟Vivo的RGN 來攝影大哥拍經典 有沒有比較亮 比較飽和 說實在話 不是 因為紀念才能看到那個小臉 那個臉到底有沒有夠小 對不對 有 有 而且他還有 他幫你用背景 有沒有 背景物化的感覺 他直接幫你用了 所以他直接幫你調整好了 所以他這個是他晶片厲害的一個優勢 所以這個是他拍照 真的蘋果看起來比較胖 真的 無論真講 有 我覺得差不多有差五公斤 有 有 有 加分了 所以他是一隻聰明的手機 他知道要把女主角變瘦 變美 臉變小 但是說實在的 拍照這個已經算是老梗 這是老梗嗎 AI強調當然不只有拍照 我們等一下看什麼 他可以讓你變聰明 他有一個AI的語音助手 語音助手 透過這個畫面給他看一下 我們通常拍這個影片 會拍這個樣子對不對 對 沒有一個人 然後拍可能 MV 類似這樣的感覺 但是你透過AI說AI我想要做動畫感的 所以他把你拍的這個影片 真實的影片 變成動畫 隨時計算 就變成動畫 因為他現在只要點一點 他就變成類似這樣的動畫 所以如果幫阿娟派一個阿娟去公園散步的影片 也可以把他改成阿娟的動畫版 動畫版 所以他是AI聰明在這裡 我覺得蠻不錯的 這蠻不錯的 當然你可以用其他很多 ODER他的一些指令 那這些職業的話 他也可以秀 攝影大哥說他要買 真的嗎 交受成功 這個功能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那我們不是來賣手機 我們現在讓觀眾朋友知道 明年的重頭戲是在AI手機 而今天推出的全球第一款AI手機 到底他有多聰明 我們要搞清楚嗎 那他的對手是誰 也是現在正在開賣的 叫做Google的Pizzo bar 那他厲害在哪裡 最近廣告打得很兇 就是這個 他呢 這個是我們 他叫做自動摘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手機上面 通常在跟他聊天 有時候你覺得很麻煩 不知道回什麼對不對 他很厲害 他會自動幫你回 可是他真的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 他知道你在想什麼 哪有可能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這一開始 他這是最後 我從頭開始來看 一開始他會問你說 你今天晚餐 你今天想吃晚餐嗎 然後他會問你回 當然啊 那你想要吃什麼樣的一個晚餐呢 他怎麼知道我想吃什麼晚餐 他就回啦 他回什麼 那你覺得呢 或是隨你喜好 我跟你說 whatever you like 有說跟不說一樣 然後他就說 吃那個泰國菜 辣的菜的時候 聽起來不錯 所以他的回答都是很rough的 很rough 但是你跟他聊久了 你跟他就有感情 他就知道你的個性 他會一直修正 修正到 學習 學習到你真正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他 換句話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大家都是AI手機 可能在線上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小圓 當然不是啊 小圓沒空啊 小圓在追劇就把手機放在旁邊 我就自己傻瓜一直跟他聊天 對啊 可是他回答 那不是欺騙感情嗎 可是他回答都是我想要說的啊 我沒有騙你啊 這樣有點欺騙感情啊 沒錯沒錯 所以現在AI手機就是那麼厲害 接下來幾乎所有的AI手機 都會有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 好 所以咪咪你想買一支AI手機嗎 但是說到AI手機來蔡總 一定要來談台積電 不管是哪一個品牌的AI手機 都會用到我們台積電 因為晶片生產 如果是要高階晶片生產 AI晶片怎麼可能不用到我們台積電 剛才我們講Intel 不是只有這個AI產品來PK 飛打AMD 他在晶圓代工 也要嗆我們這個台積電 所以將來的AI晶片 2奈米2024年他就要量產 我們台積電的2奈米是25年才會量產 所以Intel也要搶AI晶片 這塊對對對 但我們台積電很厲害了 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進行了 1.4奈米的 而且把他名字 已經改證明到這個A14 他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這個GAA的 我想起來了三星也說現在就要領先接單2奈米了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未來的AI晶片的這個戰場 越來越激烈了 本來是台積電獨霸 現在三星進來搶單之後 連Intel也要進來了 對 所以大家都很厲害了 但是我們看 其實今天Intel 這一個他的重點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庫瑞 AIPC 所以是邊緣AI的概念 我們看今天的盤面 你會發現銀端的那些股票 偉創廣大都不太會漲 是 喔 花哥 花哥已經準備要充一千塊 我們剛剛特別談到了 天璣9300 就是用在剛剛那一款手機 那我們看2454的蓮花科 我們來看一下花哥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下個禮拜就 因為這個只差幾塊 可能會沒有意外 下個禮拜就是第十三千金 但是這個花哥的千金跟過去的千金 史上的千金當中 他是最重大的意義 為什麼 臺灣有的千金 你知道那個千金是怎麼來 不是他EPS特別高 是因為他股本只有幾億 把他股價把他拱上去的 但是蓮花科的市值 從來沒有一個千金 市值這麼高 他是一點五八兆 這麼大的一個一個市值 還能攻上這個千金 這個除非就是靠他的獲利能力以外 就是靠明年這個邊緣AI的概念 才有辦法這麼大市值攻上去 如果我們想領先布局邊緣運算個股 可是又覺得蓮花科太貴了 對 那我應該買什麼 這個六公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的電子股都被傳產排擠 但是你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重點就邊緣的AI 不管是手機筆電 要配合這個AI 他的零組件要升級 那明年業績就會好嘛 比如說電池要升級新普 對不對 然後AI的耗電量很大 那PA今天他有點跌 大力光其實這一波 我們看3008大力光 這個K線很有意思 也很貴 但是他有意義 他就在最近衝上去 其實他已經漲很多 但是今天跌的不多 然後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還有誰 這個利基 我們講過了Wi-Fi7 比較特別 這個禮拜增加一個千金 就加折 他是做連連接器 他做intel 做超微筆電的連接器 所以同樣的概念 以後連接器的那個速度要很快 所以他股價也有這個反應 可不可以選一檔比較低價的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講 這個新普 因為他雖然四百多塊 你感覺有點高 但是比那個千金 那個一千塊兩千塊 還是便宜 重點是他會配息 他馬上要除息 半年除一次 好像十月二十幾號 就下禮拜的除息 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 可以投資的方向